提到椎間盤脫出,大家就會知道 有一塊啫喱,在骨與骨中間的東西 今天我有一個模型 可以很直觀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椎間盤脫出是發生了一回什麼事呢? 這就是我們脊骨裡其中兩節骨的模型 你看到骨與骨之間,白色的就是骨 骨與骨之間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這就是椎間盤 你看到我按下去的時候,它好像 它好像軟軟地刺進去 其實椎間盤就像這種一樣 有一點彈性的啫喱 而椎間盤紅色的後面 這條黃色的就是我們神經線 你看到這條嗎? 中間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脊髓神經 我們經常說吃牛骨水的就是這一塊 而旁邊這些就是我們的神經線 留意一下,當我的人站直的時候 骨與骨之間就是這樣排列的 如果我彎低身,彎低腰 彎了意思就是前面是不是彎了向下 有沒有留意到呢? 當我前面彎向下 骨與骨之間就會壓住這個椎間盤 前面是不是扁了? 如果我再大力點壓,留意一下這個神經線的位置 留意一下,當我再壓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呢? 這就是我們所指的椎間盤脫出 但是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有一種情況我們叫做椎間盤彎出 彎就是彎漲的彎 留意一下,這個就是彎出 有沒有見到呢? 它漲了一點點出來 不過沒有突出 但是如果彎出再嚴重點 留意一下,再嚴重點就會怎樣呢? 所以大家知道了 原來椎間盤脫出為什麼會這麼痛呢? 就是因為它拋到這條神經線 導致到神經的感覺 就出現了一個可能的嚴症 或者令到那個神經線受壓 大家知道椎間盤脫出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盡量避免經常都過份彎腰 特別是小小彎 例如我們刷牙 或者洗頭這些我們叫小小彎 其實對椎間盤的壓力是很大的 好嗎? 好,好,好